陈大哥自从老伴去世以后 一直都没再找过 虽然也相过亲 但是因为陈大哥提了自己的条件以后 大多数人都不能接受 是什么条件呢 跟我走到一起收费 我就出两千块钱 女方呢 我应该是打五百就够了 我现在手里用钱没有 还有急血 我的老伴有病 他住院都住几次了 为啥就出两千呢 你会有周三天多吗 那我每一年攒一万块钱 我留着以后在现在没病 那不能七十八十也不能没 老那么身体好 我就这么想的 陈大哥身边的亲戚朋友 也给他介绍过对象 但是大多数女方都因为陈大哥 不能把工资全部拿出来花 女方纷纷拒绝和陈大哥继续了解 所以陈大哥特意嘱咱红娘 一定要向今天来相亲的大姐 先交代这个条件 那在陈大哥想找个啥样的人呢 不要太胖的 我媳妇用太胖的学校就高 一百二十斤的 瘦溜的 我喜欢的小小柠檬 喜欢老太太 小老太太 一米六也没事 不想喜欢那种的呢 我媳妇可能太大了吧 我媳妇可能太大了吧 有病的长到一百七十九 不能运动呢 温柔的 温柔的 说话声好听的 那你老爸说话声好听吗 不听 我发现你就完全都不玩你老爸的那种感觉找了 对啊 你就要换一个后半 按照陈大哥的要求 红娘想到了 家住长春市的刘桂霞 刘大姐 刘桂霞64岁 丧偶 现居于长春市 投资木材 月收入3000元 住房面积54平米 完了呢 我说老姑 我说咱可不要那3000块 他要是让我当家 给我2000 那1000是怎么的 咱要2000 就是给生活费别买穿 他不用他管的 我要不够的话 我天天也行 说心里话 我都给刘1000 刘1000一次的 万一有点杀人 你就去 他叫老婆 你给我拿俩钱 拿俩钱 是这个事吗 这个 你看这抛刀的把人心里有鸽膜 其实我心里不太有鸽膜的 我就是为了解释 我俩吧 到了我姑娘这么说是 你俩幸福是 那喝的咱不 不差你这个钱的 真的 但是我对 就是他点你 你得像自己点你 你当时 你时间忙 哎呀 我家也懂这事呢 哎呀嘛 真的 哎呀 我家你看就是他 我 我姑姑的姐夫姐爷 都 都对我都成好了 就是我们出去都是一家人 提示以内就行 他也是吧 就是老是八角也行 你就是兴趣好一点 但是我不图的钱 你这回你知道了吧 我知道 但是得跟我吃跟我喝 穿单也吃我也不蛮好的 是 就是别说我皮 又啥都有 我都不穿 红娘向刘大姐和陈大哥 介绍了彼此的条件以后 两人决定在陈大哥家 见上一面 今天要来几张劲了 来几张劲了 要上楼了就想紧张了 想没几张 介绍一下这个 这好呢 这是我租的 租的啊 嗯 我这房子就月末就下来了 就大哥 大哥在那个范牙堆 买了一套房子 对 然后那大姐姓刘 自己说吧 刘桂霞 刘桂霞 刘桂霞啊 然后大哥姓陈 我姓陈 叫陈岗 嗯 我叫陈岗 十岗 十岗什么样 十岗 那种儿子都看着 他不是房子 挺十岗的 他的体型挺有点 小巧伦伦 身高我也行 嗯 我就愿意再 就找他那小点儿子 管他要圆的还不行 parting 我们 哪 就是